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Fintech全方位 這幾個月大家講一個非常熱門的議題 就是元宇宙 雖然我暫時只是一個起步點 但是基於我已經有很多企業 默羅緊股在元宇宙這個新領域當中發展 以及有重大的投資 我相信無論在投資市場當中 還是將來日常生活當中 很可能都會受到元宇宙的影響 所以今天請來一位 都很率先在這個領域當中有研究的朋友 跟我們解釋一下整個概念究竟是甚麼 Raymond 你好 你好 我是Apple 其實如果說回年頭第一季的時候 元宇宙不是未出現的 你看到美國有些新上市的企業 當時已經說有這個概念 是跟遊戲相關 但未是很熱門的 直至到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就是到了十月份的時候 美國一間大型的上市企業 過往可能著重在社交媒體當中 都說要轉型 要投入元宇宙的世界 一聽到投資額 甚至公司名字都改完的時候 整個投資市場立即去到一個亢奮的狀態 不知道Raymond認不認同 就是所有有關元宇宙的東西 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未來 甚至真的有些上市企業 短短幾天 股價可以 就是因為這三個字 升成幾十個百分之都不定 所以今天真的要你跟我們說說 真的由最基本開始 一般的朋友可能知道 元宇宙是一個熱潮 是一個趨勢 其實究竟這三個字代表甚麼 你先問Raymond 這三個字是怎樣出來的 好 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Metaverse 英文就是Metaverse 分開字根就是Meta 和verse Meta Meta的意思是拉丁文 即是已經超越或超過一件事 Metaverse的意思 即是已經超過我們現在認知的 Universe 即是Universe 所以中文是元宇宙 或者是超宇宙 其實這個字第一次在哪裡出現的呢 就是一個科幻作家大師 這個叫Neil Stephenson 他作了一本叫Snow Crab的科幻小說 在科幻小說裡面 形容了一個很科幻的世界 電腦世界裡面 其實就有一條一百米那麼寬的一個大道 然後人們可以在裡面 一直在數碼化建築一些建築物 建築一些生活 人們也可以在裡面用一個分身 叫Avatar 就像一個頭像一樣 就代表自己在裡面生活 社交工作 其實在裡面的所有角色 除了吃飯睡覺之外 其實一直都會在裡面生活 正正這一個就是大家用來 代表一個元宇宙的概念 所以為何叫Metaverse 就是超過了現在我們的宇宙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Metaverse是否就是一個虛擬世界 其實應該是比虛擬世界更加廣闊 Metaverse是包括了Digital Universe 以及我們的Physical Universe 即是說我們是兩個宇宙 我們叫虛實都合一 所以為何我們就是說 其實現在裡面是包括了 除了VR之外 包括AR 即是除了Virtual Reality 即是虛擬現實之外 亦都包括了Augmented Reality 即是說增強了現實 就在我們現實看到 譬如我看到Apple的真人上面 再加多一些數碼化的效果上去 其實大家玩 譬如說有些短視頻的App 都有這些特效的 那就是一種AR的效果 其實在這裏中間來說 其實大家可以去用一個比較實在的一個例子 大家看 就是其中一個最大家經常說的電影 就叫做Wheel Player One 中文香港叫做頭號玩家 其實裏面的主角就是他在現實生活裏面 可能是比較低下階層的 但是他每次帶了一個虛擬頭套 然後進入虛擬世界裏面 他們叫做一個綠洲Oasis 其實就是一個好像一個遊戲 一個虛擬的世界裏面 他自己會化身成另一個角色 他會跟他的朋友在裏面 但他只是一個虛擬世界裏面的朋友 現實世界大家都不認識 在裏面一起組隊、玩 他裏面譬如玩賽車遊戲 這個主角他在遊戲裏面很多的成功 他贏很多的比賽 他是一個英雄 但現實世界裏面 他就是一個低下階層 衍生出其實一個人可能到時有兩種身份 一個就是我現實世界的身份 一個就是虛擬世界的身份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現實世界我和你正在見一個身份 但我們進入虛擬世界裏面 可能我的頭像變成一個女生 Apple變成一個俊男 可能反過來一樣 所以亦都有一個說法 到底甚麼是真實、甚麼是虛擬 其實到時可能邊界已經很模糊 再舉一個例子的電影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套電影 The Matrix 即是22世紀生人降落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好像裏面的主角Neo 其實他一路生活 他以為自己在生活中 就像我和你一齊在生活中 但其實原來一路他以為的真實生活 原來全部都是由一個很大的電腦 就是叫Matrix 虛擬出來的 其實真正的肉身 就是被電腦或者AI 用來提供能量 而實際上我們生活中的 好像很真實的 其實都只是電腦 他代替了你的視覺、聽覺、臭覺、味覺 甚至乎是代替了你的心智 令到你分不到虛實 所以我們也有說過 當然現在就說Metaverse 但其實實際上我們現在生活中 其實是否都是一個虛擬的Metaverse 這個其實就是之前Eon Musk有提過的 其實可能我們現在只是玩的一個虛擬遊戲 這個其實就好像最初大家去認識金融科技一樣 因為剛才Raymond也有說到 拆開兩個字來看 大家可能就會知道 怎樣將兩個元素合合成為新的東西 好像FinTech 最初就是這個金融 再加上科技成為了一個金融科技 其實就是變成我們又可以套用很多不同的技術 這個慢慢請Raymond幫我們拆解 不過現在提到就是新的 原宇宙的出現 其實為什麼每個人都會對互聯網帶來一個再大改變 可以這樣說 互聯網經過了這麼多代制的發展 由互聯網叫Web 1.0 即是1.0 至互聯網2.0 其實如果大家記得互聯網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上網去看一些 譬如是公司或一些機構 它是會有些內容在 然後公司或是機構提供 然後大家點上去上面 有些超連結 我們叫超連結 然後就可以跳到不同的資料 那時候主要就是看一些資料 無論是一些文字資料 或者是圖案資料為主 這個就是1.0的時代 這個就是1.0的時代 但是大家記得進化到2.0的時代 我們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UGC 就是User Generate Content 就是由用戶去產生內容 不是由公司去產生 譬如當時最有名的就是Twitter 或者是大家看的YouTube 或者是社交平台 其實裏面的內容 都不是那些平台自己做出來的 反而是上面的用戶 製造一些內容出來 接著就是在平台上 給其他的用戶去享用 所以當時大家說 就是由1.0進化到2.0 就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就是一個平台的經濟 所有的內容其實都是用戶產生 接著用戶的體驗 也是靠著用戶產生內容 這個就是叫做Web 2.0 接著再進一步去到2010年左右 如果大家記得2008年發生的大事是什麼 除了金融危機之外 其實就是iPhone推出了 開啟智能電話之後 我們叫做移動互聯網 就正式開啟智能電話 還有因為有3G 大家記得是2010年開始有4G 4G網絡的速度 是令到大家可以真正有用地上網 可以上網 可以做到搜尋搜索網頁 甚至乎可以聽歌看電影 令到移動互聯網 真是一個實際的應用 這個由2010年到現在 差不多是十年的時間 我們通常會說在互聯網的世界 每10至15年會有一個很大的 我們叫做跌代或升級 所以大家現在就在看 下一個升級 由移動互聯網到底是去到什麼 大家可以看看 每一次升級 其實就是最初的時候 互聯網之後下一個爆發的風口 因為每一次的 移動互聯網的技術的升級 帶來跟著之後 就是一些產業的升級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很多的大的科技公司 早期大的科技公司 其實就是靠著個人電腦起家的 譬如我們現在經常用的 辦公室軟件 或者我們辦公桌裡面的軟件的一間公司 接著去到網路的時候 有另一班的科技公司 崛起了 尤其是靠搜索器引擎那些 接著到移動互聯網 再有另一批 譬如我們最熟悉的 中國的科技巨頭 就在那裡去崛起 所以現在再看到 Bentowars 會不會由帶來一些更新的商機 就令到一些可能再新的科技巨頭會崛起 當然了 去到現在來講 其實原資上早 到底Metowars 是否下一代的互聯網 這個情況就好像當年 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說移動互聯網 會是下一代的互聯網一樣 我們看上去的時候 我們也有很多的銀洞 很多未知 同樣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截點看完宇宙 也有很多未知之數 這個就好了 然之上早 因為錯過了之前那幾個升級潮 這次是否真的可以把握到機會 趁著這個升級 我們就在風口上迎接這個機會出現 稍後回來繼續跟Raymond一起談 究竟有甚麼產業會出現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Fintech全方位 Raymond今天帶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元宇宙的概念 真的可以說是要由BB班開始 因為始終市場的熱話 大家其實就一窩蜂 聽到這三個字就為之著弱 但代表著背後其實是甚麼呢 Raymond也說了少許了 是一個改朝換代 互聯網從1.0、2.0、3.0到20年過後 變成Metaverse 其實是否等於Metaverse 是會跟互聯網的新一代 是直接有一個等同的關係 因為我見到很多人說 將來我們不是說互聯網 而是說Metaverse究竟是怎樣發展 可以說Metaverse 會在互聯網上的延伸 甚至有些人說Metaverse 就是互聯網的終極形態 當然我們可以看 例如有幾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看 到底是否真是一個互聯網的進化版 例如在移動互聯網裏 我們最重要的 好像剛才所說 最得益的生產商 就是手機的製造商 因為我們主要是用手機上網 但到了Metaverse的時候 我們將會用一些VR設備 或者一些體感的設備 或者IoT上網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你之前來的大型的社交平台 其實它已經是一早佈局了在這邊 其實它在2015年 已經收購了一個VR技術公司 或者VR硬件公司 因為要去Metaverse 都要有一些設備進入 所以當然首先要有設備供應商 另外在Metaverse裡面 其實最重要跟互聯網 我們現在不同的就是用戶的體驗 因為現在我們上網 我們是看平板或者電腦 這只是一個2D或者二維的體驗 我只是一個平面的體驗 但如果在Metaverse裡面的時候 我帶了一個VR的頭套 其實是一個3D的體驗 一個真實三維的體驗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 是一個三維的世界 帶了一個頭套之後 然後進入互聯網體驗 一個三維的體驗 就可以更加幫你 可以有一個我們稱為沉浸式的體驗 即是你更加會 好像真是新日奇景一樣 而在有這個體驗之後 其實最大的應用是甚麼呢 如果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應用已經開始說了 就是遊戲 所以最快開始 上市的元宇宙的 這間公司就是遊戲箱 因為其實對於在元宇宙裡面來說 有幾樣東西大家可以做 當然第一樣東西就是遊戲 第二樣東西就是娛樂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工作 所以你也看到還有一樣東西就是社交 所以看到在這個很大的社交平台裡面 它宣佈了之後 其實它在這幾方面 它都有推出一些產品 包括就是它原本自己的社交平台 它都有一系列的這些 我們叫做虛擬的遊戲 那你就是譬如到時在裡面 打第一身射擊的時候 你就不是對著Manda 而是你真的見到可以前面 和你可以左右去看 和你可以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走動地去玩遊戲 那麼體驗 我們經常說在元宇宙裡面 最重要的是一個就是體驗 那個體驗也很不同 那麼當然遊戲 就是最容易令到大家去接觸到 也都最容易感受到元宇宙的威力 但是如果好像一般的大公司 他們為什麼要去鋪排這件事 就是覺得將來可能我們大部分的生活時間 都會在元宇宙裡 所以其實在元宇宙裡 也都會有一些工作的空間 那好像其實疫情之後 大家已經習慣了一個 我們叫做remote working 或者work from home 但是很坦白說 現在的work from home的體驗 其實不太好 大家可能都是用那些視像會議的軟件 大家去看視像會議的軟件的時候 其實那個會議 那個我們叫做interaction 或者人與人之交往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譬如每次只是一個人在說話 不可以多人在說話 譬如我亦都不可以開一個大會的時候 譬如我和Apple在旁邊 可能我們自己有些事私下溝通一下 說不做不到 因為所有的這個會議軟件 現在都是對著鏡頭 我去說話的時候 所有人都好像在看著我一樣 那個體驗真的比較奇怪 真的在會議室裡開會是不同的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在元宇宙裡開會 其實每個人戴了一個頭盜之後 會有一個自己的Avatar 或者有自己的一個代表的風格 然後其實都是坐在一個虛擬會議室裡 都是一個三圍的大家圍著桌子去坐 我和Apple坐在旁邊 我可以和你私下溝通 亦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去說話 所以亦都有另一個認為 就是其實另一個很大的商機 就是如何在工作或者商業這裡 提供一些元宇宙的服務 當然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元宇宙的一個我們叫做元宇宙經濟學 因為好像說在元宇宙裡 所有東西都是虛擬的數碼化 所以在裡面買賣的商品 都一定是虛擬化的 情況就像現在我們在遊戲裡面 賣皮膚或者買武器 那些皮膚和武器都是虛擬數碼化 但如果大家又玩過遊戲 都知道這些真的要用錢去買 這些的虛擬商品 亦都會靠著一些區塊鏈的技術 我們簡稱為NFT的技術 就可以令到擁有權能夠得意實現 因為大家可能想著 數碼的商品我隨時可以複製無限過 但是靠著NFT的技術 我可以寫到一個我們叫智能合約 在智能合約裡面寫了一個擁有權 和使用員在裡面 真實意義上可以擁有一件虛擬的商品 當然有虛擬商品的話 我一定是用一些虛擬或數碼的貨幣來交易 所以這裡就衍生了一個閉環的經濟體系 就是我在元宇宙裡面 我可以用一些數字的貨幣 可以買賣一些數字的資產 所以在這個元宇宙的經濟裡面 又會有另一個非常大的商機 就是一個我們可以叫做數碼金融的商機 其實就是在這個虛擬現實的 就是我們將兩樣東西合起來 一個新的場景當中 可以產生到不僅是產業點的規模 其實在裡面 就是在這個元宇宙世界裡面 其實都可以產生到一些經濟效益出來 不過也想問一下Raymond 其實剛才有提到 很多的未知知數 現在只不過是在開始 其實大家也不要這麼快 這麼熱衝要全程投入 因為如果根據以往 可能互聯網1.0、2.0的經驗 其實是前期大家可能是蜂擁 但之後會冷卻回來 是要讓大家去應用 好像金融科技一樣 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做到普及 都說得對 因為其實現在說的元宇宙概念 大部分都只是一個概念 另外也有很多大的科技公司 就出來說已經佈局了 但其實開始做的事 可能都是一些最底層 或者是最預備的事 譬如說的是一些我們叫做設備 可以去投帶的VR設備 硬件 甚至是一些芯片公司 有一間芯片公司都出來 就是它補局了元宇宙 因為它譬如做的就是GPU 就是做一些運算 可以幫忙去計算到 這個我們叫做一些Rendering 即是一些圖像的處理 因為大家都明白 如果去到元宇宙裏面 所有虛擁的現實 其實都要靠一些很大的算力 去運算出來 如果大家都有看另一間 就是一間芯片公司 它最近的一個週年大會 它上面的CEO出來說的 一個48分鐘的我們叫Keynote Speech 裡面 它站在一個廚房裡面 其實原來整個廚房 都是用AI和大數據構造出來 當然是用它自己公司的硬件去計算出來 來顯示自己的一個實力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 就像剛才所說的 之前我們都有一個科技接受曲線 曲線最開始的時候 那個階段我們叫做Hyper 就是一個熱潮 但熱潮去到高峰之後 其實接著就會有一個谷底 接著跌到谷底之後 要慢慢看看這個應用 或者科技能否再去普及化 或者有應用 接著之後再十級而上 那才是一個健康的增長 如果說到其實現在 就個個都充滿熱情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也迎合大家的需求 下集我們繼續找來Raymond 跟大家說說元宇宙的概念 以及將會有受惠的一些重點行業 希望投資者可以把握到一個先機 下集再談過 你現在正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的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 下次再見 到最後 到 як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